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我在北京啊 我整体是这么感觉 就差不多从2018年初开始了 第一个肯定没涨 第二个呢 我感觉整个北京10%到15%的这个跌幅是有的 为什么北京市的二手房 单只二手房啊 出现了这样的跌幅 今天稍微一分析啊 当然大帽子肯定就是房产市场的这个政策调控 这是主要原因 只不过今天咱们分析的是 这个调控政策带来了哪些影响啊 可能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市场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对吧 调控政策 尤其限购政策 挡住了很多的投资 也包括一部分刚性买房的人群啊 这个我没有资格嘛 其实我想刚性买我也买不了嘛 所以市场肯定没有那么多活跃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哪怕是放下来的一批人要买房 大部分也是刚需啊 就是第一套房 或者是那种强刚需的改善 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讲的话 一般盯着那个房价还是在中低位的 但是大家知道啊 北京的房价是比较高的 你像在四环以内或者这个四环周边 十万一平的小区不稀罕啊 所以对于这么高的房价来说 打不到那个刚需的需求上 那么这些小区的业主如果想出售你的房子 怎么办呢 只能降价啊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可能跟这个现净房有关系啊 这个2016年的北京在推这个叫 现房价净地价 就是你们来拍这个土地可以 但是上面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那个上线我跟你锁死了 所以这就造成了呢 在北京的一些区域呢 也出现了这种新房二手房倒挂的情况 就是新房的房价比二手房的房价还要低 虽然说现金房不好买 而且很多这个几家公司争着争着 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只能租不能买了 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对旁边的二手房小区的业主 有压力的啊 那你新房的价格已经比我低了 我想出手只能降价 所以种种吧 都导致了北京的房价至少没涨 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回落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原因 包括一些学习房政策的调整啊 等等吧 不展开一一分析了 整体对于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 我还是这个判断啊 就是长线看都没有问题 你说五年以上保值增值 能力肯定没有问题啊 产业也好 人口净流也好都没有问题 但是中短期来看 你说我其实有房票 买一个房子想几年之内翻一翻 或者挣很多钱出手 概率很小很小了 所以大家在这种城市买房 还是以这种刚需 或者这种长线投资为主啊 欢迎关注小思聊理财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 搜索小思聊理财V 点击头像 进入主页就可以看到观众按钮 下次想看小思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